幕僚地上小條子 土耳其總統艾爾段 立刻宣布好消息 因為前一天普廷還信誓旦旦 指出俄方遭烏克蘭無人艦攻擊 因此絕對有權力退出黑海鼓舞協議 全體起立歡呼 因為調停俄烏術衝突 和關鍵的黑海糧食協議 艾爾段再度化解了緊張危機 俄羅斯國防部已獲得烏克蘭的書面保證 不會利用黑海的糧食人道走廊 進行軍事目的 但根據聯合國統計 過去三個月來 烏克蘭運出逾930萬噸的糧食 高達44%是運往高收入國家 僅不到30%真正送往貧窮地區 要求落實黑海協議的人道精神 也是俄方願重返協議的原因之一 大愛新聞 吳貴正編譯